也挺爱你的 但是呢可能他 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 然后呢思想也比较封建 所以他觉得这样子做是为你好了 所以他才这样子做 那我们这些这些的话 我们都可以 你先考虑好 然后这些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劝他的呀 就是 怎么样才是对你好 你怎么样才是开心的 以后怎么样才能过得好 我们慢慢去给他说 是不是吗 而且你也说你也不希望 其实你内心也是不希望 王飞哥对你失望 也不希望这么多 支持你的家人们对你失望 那我们就做对的事情 做对的决定 就算是做了错的决定 那如果说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 就是是这样子想的 觉得说 就算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以后不后悔 那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王飞哥 为你做的真的 我都 我看着我都觉得 真的 做了太多了 就是做的太多了 但是他愿意的呀 我想让他这样子下去了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做这些 他愿意的 他做了 他才不后悔 如果他不去做的话 他可能后悔一辈子 所以他才选择 我今天去做这个事情 眼睛痛你这最近哭太多了吧 哭什么 家人们我哭什么 我开心的不得了 我都快结婚了 你不要劝我了 你是真开心还是假开心啊 你看我笑的多开心 是不是家人们 还唱两个人啊 还唱两个人安吉的 那个粉丝团就1500了 你的 我还唱两个人 我看一下 真的 家人们还唱两个人 就到1500了 就这么多了 谢谢家人们 谢谢家人们 你还说家人们不喜欢你 那个我 你也不用说那么多了 我结婚开不开心 开心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吗 对吧 那但是你的不开心 完全就表现出来了呀 你完全表现出来 就是不开心不愿意呀 什么叫我不要装了 我哪里装了 我那么开心 我像是装的吗 家人们 大家都看得出来 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你们觉得我开不开心 家人们 啊没变了 人总是要变的嘛 对不对 更何况 我现在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以前 马上 马上就是有家的人了 怎么可能 你不要看那些小亨粉说的 你看那些 有我们 有非家人的那些 就是 那才是真正支持我们的 对吧 家人们 你们以后 我就是可能 平时以后我开直播 我那个小号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说 以后不用为阿美担心了 你们也不要就是太担心阿美 如果你们担心王飞哥 你们就让王飞哥回去 以后 现在是给王飞哥公司 就是让他王飞哥找工作 就是很多公司都应批 应批王飞哥过去的嘛 所以说 我们现在就 你们就负责 让王飞哥回去就行了 然后让他往誓言那边走 就不要在这个村里面这样子了 以后我的话 也就是可能 反正也要结婚了嘛 你们如果说 如果说 还支持阿美的话 到时候你们就 也可以过来玩 也可以说新婚快乐 这个鞋绑下的手机快没垫了 哪个没垫了 这个 再冲啊 再冲啊 嗯 再冲啊 对啊 安吉 你安吉 我无情没事 干嘛 你一天跟着王飞哥 你你给我阿美说一下 阿美啊 不是我非常了解 飞坐这个人啊 然后我是 吸引不离了个人分走的吗 对我知道 呃 除了睡觉以后 明天都是各自分走的 啊 分走这个人 你了解 你也知道 啊 他对你怎么样 呃 目前出现这种状况你说 啊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但是我们 这么做全部都是为了你好 是吧 家人们我们 这么做是不是全部都是为了安美好呀 啊 知道了 你就你就不能你不能再说了你再说我真的 呃 那个小小我也 我也走了 那我去你家住吧 不是你去我家干什么啊 我今天晚上住你家嘛 阿美阿美阿美你先不着急吗 你都在这里先坐一会我就 我就说说几句话吗 我不乱说 我不乱说我不乱说 你们对我好家人们你们对我好 我要是我要是不把这些 我要是不把这些话说出来的话我 故意不去啊真的 平时的话你看我也没说过什么是吧 哎阿美阿美那那阿美你回去好好想想 好不好 你明天等王菲哥的结果哦你好好想一想 王菲哥生病了让他 他你明天看直播就知道了 你明天看什么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哦 哦 还有你们快点回去不要在这里 你看我这这会儿 开始说的时候阿美就说要走 但是 这个事情啊 明天就有结果了 因为 王菲哥飞走他 今天去巴士啊 你们也知道 就阿美我们也没告诉他是吧 明天的话啊 飞走会有一个希望啊希望会有一个美好的答案 带来给大家啊 飞走今天歌曲部一起去找那个阿美的未恢复 去呃看一下看那个阿美的未恢复会谈出什么样的条件来或者是 做什么样的事情出来这个明天的话 飞走他回来了之后就会有答案了 咱们一起期待明天 然后呢 叫人们呢 呃 你们有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啊 刚进来的 有不知道的我就在这边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王菲的助理 呃我叫阿姐 我跟着王菲 六年多了 真的 一直 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 他这个人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嗯 他知道飞走知道我们家情况啊 一直都 都很鼓励我 一直都很 怠惰我教育我 真的 嗯 然后他让我改变了很多啊 他这个人啊 不管是 做事 不管做什么 方面 都特别特别的好 这说不往真的 非洲这个人让我说我都能说一天一夜 但是 大恩不也现吗是吧 呃 放在心里记在心里就好 我在这里的话全息全意 辅助他支持他啊 好好照顾他 安全全的 他想去哪里我就开车送他去哪里安全全的把他说到哪里 然后我能帮了上班的我就 就记我最大的能力帮他 因为 要是没有飞走的话就没有我今天 啊 我以前真的搁飞走之后我都 怕了六十几啊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给人他 太好了 以前的话我是在工地上班的 做那个干击工 你们知道吗 我家里面特别皮球 呃 有 五个孩子 我是 老大我最大 目前最小的那个 还在赌厨中 呃 我 家里面压力度特别大 但是自从搁了飞足之后他知道我们家的奇跨 所以一直都 很 一直都很 照顾我真的 自从搁了飞足之后我知道 我就选对了人跟对了人啊 我就 默默的在自己心里面发誓 以后我就要全息全意的为他服务 啊 只要是啊 飞足说的事我都全 既全力 去做好 像今天这样这主事情的话 真的我是很很想很想 替他做 哦 帮他做但是我没这个能力 我无能为你啊真的家人们 感谢家人们的热客啊 啊 刚才安眉他也走了啊 但是 你们放心记啊 飞足我们来到这里的话我们 一定会把这个事情 给他解决了 还有呢飞足今天都已经去找那个安眉的未恢复 去他这个事了 然后明天会有一个 结果的 对 飞足明天回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 期待一下这个结果 感谢你们点赞 你看 这么多家人们你看我我也是第一次直播 也有这么多家人们进来看直播 然后在 自你 呃 给我点安息 谢谢你们你看还有这么多送礼物的这些礼物我都有的 不知道叫什么你名字的都有 啊你们给送礼物的点点关注啊 真的我相信飞足会把这个司机办好 就是飞足这个人太好了 以前的话 嗯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哎你喜欢做什么不开心的吗 不是之前 之前是 我们就是这么个期判因为那个年代的话 是 那个年代的话 那什么时候啊你你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话 嗯 进入一个像 说什么呢就是我爸妈吗 他们 都 那样我都把我爸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你为什么不在呢 因为 你们知道呢那个叫什么吗那个白色的 白色的就是可以说吗 白色的就是 可以 让人吃了之后让人生回跌倒了然后 加加铺加铺人完了 我爸 我妈都他们都 他们都吃这个 然后我爸的话 年纪七七的他就 过去了 那时候 那时候家里面实在是太穷了 啊 也没有能力 给 我爸治疗 真的 就等于是像是 可以这么说是也正确的看着 他离去 也正确的看着他离去真的 我们家那些什么 土地啊 房子啊 这些都被我 爸 变面 变卖了 卖了之后呢 他用那个钱 要得吃那个东西 后面吃着吃着把自己 确定吃垮了 吃垮了之后啊 得病 又得病了 得病之后又没有 前卫的治疗 就这样 他在家里面 病了 将近一年真的 在家里面病了将近一年 之后 就要来 在家里面 成为了 离去